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林鄭月娥新職務曝光 分析認為 被中共拋棄 俄軍大戰前夕暴內訌 斷裂此刻的民兵持槍攻擊中央軍 俄羅斯江縣軍閥割據 瓦格納大出風頭 又以寡頭要建私人軍隊 醫院人頭攢動 很多人出現嚴重後遺症 為第二波情況大量臀藥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0號星期五 也請您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 感謝您的支持 祝您週末愉快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林鄭月娥新職務曝光 分析認為 被中共拋棄 2月9日 南京日報報導 南京市高質量發展 即服務業擴大開放港澳推介會8日在香港舉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 江蘇省香港商會榮譽會長林鄭月娥出席會議 江蘇省香港商會榮譽會長是繼林鄭卸任香港特首之後的新身份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10號向大局院表示 林鄭卸任特首後 沒能進入中共政協 對他來說是最大的羞辱 江蘇省香港商會榮譽會長的職務 其實是一個半官方的職務 時政評論員岳山10號告訴大紀元 這個新身份是社會職務 不是人大政協相關職務 因為中共將它用完後就拋棄 不在放棄體制內 江蘇省香港商會主要是為中共江蘇政府和港商之間溝通用 屬於中共統戰的外圍 中共當局現在強調要支持非公企業 引進外資 包括港資 需要找人扮演拉攏港商的角色 用林鄭僅是對其小小安慰一想 林鄭月娥當政期間 強推中共送中條例 導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 200多萬市民上街抗議 民眾要求林鄭下臺 暴力鎮壓後 中共又強推港版國安法 把所謂的一國兩制政策撕碎 導致大量港人外逃 外資撤離 李林一說 替中共賣命 不僅受到美國的制裁 最後還落得如此下場 估計林鄭自己的體會會更深 岳山認為 林鄭現在接任江蘇省香港商會榮譽會長 也算是宣傳中共的一國兩制 拉攏港商為中共經濟書寫 但她在香港業界的名聲不好 相信起不了什麼作用 另一方面 瞭解香港真相的人都會認為 林鄭本身是中共撕碎一國兩制的象征之一 俄軍大戰前夕暴內訌 頓涅茨克民兵持槍攻擊中央軍 俄乌戰爭持續了近一整年 有傳俄羅斯正計劃再動員30萬至50萬名士兵 並在戰爭一周年向烏克蘭發動大規模進攻 就在這敏感時刻 網上有片段與錄音流傳 俄軍在頓涅茨克地區暴內鬥 據美國《野獸日報》報導 近日有片段顯示 一名俄羅斯士兵被頓涅茨克民兵擊倒並被槍口威逼 同時 有來自圖瓦的俄軍錄音流出 指控有民兵部隊中的憲兵毆打他們 甚至被民兵用機槍向他們開火 據報導分析 自去年2月開戰後不久 俄軍就成功控制了頓涅茨克 盧干斯克 扎波羅熱和赫爾松等地 去年10月 頓涅茨克等四地通過攻投 正式併入俄羅斯 原分離地區相對獨立的軍區也轉移到俄軍領導的軍區下 這樣改革 勢必涉及要將頓涅茨克當地民兵與俄軍整合 甚至影響當地有勢力人士的利益 如果泄露的內紅影片錄音和撤軍消息屬實 那麼說明了俄羅斯與頓涅茨克的整合似乎並不順利 俄羅斯正規軍與其他參與盟友之間的衝突過去已有先例 俄羅斯瓦格納雇佣軍曾以鐵鏟毆打他們受傷的指揮官等等 前不久也有媒體報導 瓦格納集團有許多士兵攜槍逃亡或投降 由於這些流亡士兵構成了戰場隱憂 俄國不得不派出部隊去殲滅他們 如果俄軍內紅的情況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將大大影響接下來的攻勢 俄羅斯將限軍閥割據 瓦格納大出風頭 又一寡頭要見私人軍隊 隨著俄羅斯瓦格納雇佣兵在巴赫穆特戰場上逐漸對烏軍收縮包圍圈 烏克蘭情報部門在本週放出重大消息指出 俄羅斯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創建自己的私營武裝公司 俄總理米哈伊爾·米舒斯京也已經簽署命令 同意改向企劃 據美國新聞週刊報導 俄氣將占私營武裝公司70%的股份 擁有絕對控制權 消息指出 俄氣組建私營武裝組織的法律基礎是 燃料和能源設施安全法 中國騰訊新聞無話不說近日分析 若消息屬實 說明俄羅斯國內政治正在發生改變 因維瓦格納集團頭目普里戈金及車臣共和國總統卡德羅夫的風光 讓俄羅斯寡頭眼紅 決定出面分一杯羹 現今 俄羅斯正規軍戰力下滑 顏面盡失 普里戈金和卡德羅夫借此更加碼對俄正規軍以及國防部冷嘲熱諷 無話不說認為 地方割據勢力乃至僱傭兵集團都能對俄國國防部指手劃交 怎麼說來都是危險的 無話不說指出 如果克里姆林宮繼續放開限制 允許境內各大勢力建立自己的私軍 其後果難以想像 戰爭結束後又該如何安置私兵組織 是普丁後續要面臨的一個棘手問題 當一個橫跨亞歐的大國陷入軍閥割據 周邊國家空也難以安穩 醫院人頭攥動 很多人出現嚴重後遺症 為第二波情況大量吞咬 北京市民李女士2月7日告訴《大紀元》記者 醫院裡後遺症的人特別多 專家說咳嗽不用看 三至七週就好 我們就沒看 等著杯 過完節去看 我就肺節節了 現在都沒好 咳嗽有痰 特別難受 專家說話不能信 沒有公信 老騙人 他要早說去看咳嗽 就不會被耽誤 出現這麼多肺節節症狀患者 上海王先生也告訴《大紀元》 好多人咳嗽 現在還沒好 我問了很多人 他們說還在咳 不知道怎麼回事 第一波高峰剛過 挣扎在後遺症中的民眾 開始為第二波做準備 大量吞藥 李女士表示 自己1月31日聽到大華基因CEO引業說 病毒肯定會再來 可能波及上億人 大家知道以後很恐怖 就趕緊買藥吞著 過去存的中藥也不管用 各種口服液已經漲錢了 有的不納醫保了 現在大家吞藥有針對性 不像過去那樣亂買 《紐約時報》2月7日報導 香港大學病毒學家金東燕表示 由於中共政府基本上已放棄了檢測 包括在醫院進行的檢測 所以任何技術可能都不完整 現實情況是 即使政府也可能不知道全部情況 金東燕說 收集和分享準確信息是政府的工作 但他們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的視頻內容是 《賬總有要算》的一篇 中共政權崩潰之向已現 俄國一半坦克打沒了 500多輛被烏軍繳獲 戰車兵車損毀9000輛 怎麼可能不刪債 中國6代戰機被爆長這樣 美國空軍司令表示 抄襲每次4代戰機 美國擬制裁間諜氣球廠商 這家心虛了 馬上採取行動 歡迎您收看 再會 要是敵人 halt幹 minder pessoal 無措魔